自古以來拿橫色機的人都碰過一隻 要麼就非常適合圈套 或者是駕駛技術超版 而今天這個角色兩樣都具備 馮恩斯伯克 這個名字來自他招牌的少星 招牌到被薩祖師不用跟他對話一聽就知道是他 當然啦,這個也是他自己拿的代號 他的真名是羅伯克斯特德罪 他屬於外傳裡面一個實力超版的角色 有著一般人都理解不到的頭腦 換個說法就是 比主角光環更加厲害的編劇光環 每次陷入膠著狀態的情況下 往往都可以瞬間找到突破口 用來打破這個僵局 他原本是一個恐怖分子 有著瘋狂的造勢方式 但是他每一件事都好像有原謀一樣 經常表面上在搞破壞 實質上私底下陰差陽錯感 液狀某式角色 解決他們一枝風沒辦法解決的問題 加上他很喜歡以一人之力和世界作對 越難搞的事情對他來說就是越有趣 當年這種亦靜亦邪的方式 都是他吸引人的地方 實力方面 即使在機體處於劣勢的情況下 經常使用出其不易的戰術 擊敗給他先進 給他數量多的機體 曾經試過拿著全裝備的正義女神F1 對戰GNZ系列最新機體加直沙 加萊佐兩部機 逢因以發射GN炮的動作作引誘 故意被變革者破壞這陸炮 被高濃度的凹子被揉出來 令加萊佐的膠視器失效 再近距離發射飛彈 重創加萊佐 而加直沙都趁這個時間發射威力巨大的GN炮 而好串的正義女神 避都不避 直接用剛才的加萊佐擋箭炮 再發射減弱雷射武器彈 令到這個區域的雷射武器幾乎失效 接著又開始用GN流星錘再一次收入變革者 為什麼要說再一次 其實在00I裡面已經試過幾次 在AD2199年 他跟薩拉一樣 曾經在薩祖師旗下做過同兵 因為他天生頂有顛抗的本質 連薩祖師都覺得他非常棘手 沒過多久就把他踢出團隊 年紀輕輕的他已經試過把小行星 作弃地球的計劃 發給其他傭兵大叔 有份看到這個計劃的大叔 幾乎就嚇到縮沙 如果真的掉了下來 搞到這個世界崩潰 他們的傭兵這份工都沒了 同時覺得這個恐怖同兵 如果落入其他人的手上 應該會很麻煩 反手就想把馮恩滅射滿 不過怎麼都猜不到 反而被馮恩先行一步安裝了炸藥 炸回他們轉頭 此時只有10歲的他 已經立志要用自己的方式活下去 並不會拘束世界所謂的規則 AD2302 年紀輕輕的他已經成為了一支名為 PNC部隊的傭兵領袖 由於出色的表現 這支部隊還和新盟的軍隊達成了合作協議 在這個年代 天人仍然還未抱頭 但高達的測試仍然在這裡繼續 怎麼都會有一點點的情報洩漏 馮恩他們的傭兵團的監視器 就曾經意外拍到 被天使和烏子的戰鬥 故意設定的陷阱 引高達洛達 拿著阿古力莎七營的馮恩 為葛拉貝的被天使送上豪華電療餐 可惜的就是他屬於戰鬥員變革者 即使在電療的時候 仍然有本能反應開槍擊毀了阿古力莎 由於這一戰 馮恩得到偉達高度的認可 確認了他是高度優秀的人才 並未下達滅口的命令 甚至想拉他入火 高傲的馮恩暫時都沒有興趣 還想再挑戰他們這個神秘組織一次 於是他突然找出同樣知道高達存在的烏子戰鬥 想引高達再一次出現 並順勢得到高達 可惜高達並未好像如期中出現 不過話說 只是僅僅過了三年 10歲到13歲的馮恩 他的體型已經從膝豆洞變成青少年 再來對比一下16歲的雪兒 和13歲的馮恩 DoubleO世界人物的髮肉真的有點不可思議 來到AD2307年 18歲的馮恩 在葛拉貝的推薦之下 獲得偉大的批准 被招募入天使 成為當時第五位高達技師 因為曾經作為恐怖分子的他 在理念上跟天使大攬都斜不紋 但是有作為高達技師的強大實力 同時 馮恩覺得可以跟整個世界作對是非常有趣 都符合他本人的過剩 都是由於他前面的種種原因 以防在天使中招勾震 或者拿著高達不知道去了哪裡 就在他身上配備了自爆鏡圈和手扣 當被他拿高達時才會解開 在新歐盟 聯邦 人格聯 破天方 三軍演練了陣 明眼人都知道 是為了捕捉天人的高達而行動 而偉達給出天使的招勾震竟然是不干預 還突然之間出現了三圍一體高達 在所有人都絕對信任偉達的情況之下 馮恩就好像拿著劇本一樣 已經開始懷疑偉達被人入侵 或者有人在背後搞搞陣 而正在這個時候 東靈敵三兄妹就來到他們的面前 在偉達裡面 下達命令要被天使交出太陽路 如果要馮恩乖乖地交出來 肯定是不可能 獨自拿著審判女神高達 面對助天使的三部機 當然東靈敵三兄妹都不是吃齋的 根本無必要跟她打 直接跟偉達報告馮恩半面了 引爆了她的頸圈 大家都知道她不是正常人 無具貧臨死亡的邊緣 依然異常興奮 仍然渴望繼續戰鬥 874就決定獨立思考 不再完全聽同偉達的指定 自行控制了審判女神高達 引發了機體之爆 再用逃生飛機逃走 去了托立物治療馮恩 在她治療的歌一段時間 世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天人已經開始兵敗如山倒 失去了偉達柯達的距離 都不敢主動連接偉達 怕被幕後的人發現 那時的天使 幾乎就完全變了馮恩的組織一樣 大部分的決定都是遵從她的想法 開始回收天人在各處的妾師裝備 並回到戰場回收太陽錄 有撞見阿老爺和提子 馮恩就覺得他們身為高達技師 無需要其他人來打救 在回去的路上 準備漂流在外太空的哥拉沙皇 踢回地球 既然天人都不在 馮恩也不必要繼續留在天使 決定依靠自己的想法繼續戰鬥 在宇宙中獲得天人的支援男歐記里德之後 出現在一部神秘的機體 黑色審判女神高達 竟然是準備格者派來協助馮恩 不過握著劇本的她 依然沒有驚訝 生言良遠之下 就推測她並非人類 連在她旁邊的874都非常錯 畢竟變格者是基於人類的基因所創造的人組人 在外表上根本是沒有辦法區分 但是她可以在微細情報之下推測出來 隨後馮恩就將一堆小行星中加裝了引擎 順勢發動恐怖襲擊 撞擊地球元后國的本部 和周邊的主要軍事設施 不過這個角色有趣的地方就是 不按常理出牌 話就說撞擊地球 其實在中途爆破 引發大量的碎石用來遮擋太陽光 被全世界行入大規模的停電 而最優先恢復電力的場所 竟然在月球的背面 根據馮恩的推測就是偉大的位置 亦是這個大規模的停電 被天使的眾人通過太陽路之間的量子通訊 順勢成功找回天人 回歸到天營的大部隊入面 而沙遲就不是太幸運 在第二季入面 被人懷疑是卡特洛 捉了去清理這些太空碎石 雖然馮恩是成功奪得偉大 只不過是一個喪失機能的空殼 資料早已被彌補上轉移到另一部備用機上面 而馮恩依舊在大笑 他準備打造屬於自己的偉大 並將這部終端機移動到歐紀利德上面 雖然這部機沒有資料 但是新的file依然會同時發送到這部主機入面 到了00i AD231年 從偉大獲得新資料的馮恩再次登場 協助集齊六位超能力變革者 嗯 沒錯是超能力 而其中一個超能力變革者 就是跟提子同款的偉真男 他的能力竟然是可以控制所有太陽路 真的拍得住集齊七顆龍珠 最後為了繞一個場 利用最民主的方式 其他五個人一起淘汰他出去 還關上他這一段的記憶 而漫畫00i的幕後黑手就是 彌補上同款變革者 得才得 不過在馮恩面前幾乎就沒有橫手之力 來到AD2314年 在全球合力對抗Alice進攻的時候 他就專門找這件事來搞 同色魯亮子波的利奧對戰 順便引來Alice 再順便幫他抵擋了Alice的攻擊 再順便被Alice侵蝕了 就是看此這麼順便的計劃 其實一切都是早有預謀 因為馮恩早已預計到 薩拿會跟Alice達成互相另解 要獲取未和解之前的Alice就只有這一種方法 總結來說馮恩這個人雖然沒辦法真正觸摸到他的想法 總之享受在不停挑戰中的樂趣 他就是這種簡單自極 有異常之強大的一種人 好了 今天馮恩的影片就到這裡 歡迎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都喜歡的 記得訂閱和開啟旁邊的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我們來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